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龙跟现在这条龙长得还有点像 但很重要的区别是现在这枚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枚腕表表底盖上这个龙的处理和工艺 在前年也就是虎年的时候极佳推出过类似的表款 今年这枚可以看作是上次虎年那枚的一个延续 接下来看看手标本身 整表就是一个黑金配色为主 其实你买方表皮带表款的话 机家你的获得感会更多一点 因为它这个翻转的表壳本身 下面这一大坨表底盖也都是18K金的 其次就是刻度石标和指针也都用了亮光的一个设计 再加上这样一个黑色的法郎盘面 其实整枚万表 正面看上去是非常亮眼的 黑金配色但并不低调 灯光下阳光下绝对闪耀 整个盘面非常简洁 除了石标和指针是用18K金材质之外 其他的这一圈轨道圈 还有它相对应的机家的logo 还有下面的SwissMade 都是这种印刷上去的 和其他的Reversal有些表款 上面机家的logo用这种立体的金属石标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当然准备万表最大的魅力 是要你把这个表壳翻过来之后 才能呈现出来的 先来做镜头感受一下 这小金龙标的怎么样 对于有些不动表的朋友 可能在社交距离上 看了这条龙之后 只觉得这个盘面的颜色比较独特 这个画的挺好看的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这条龙做出来是非常复杂的 我把整个工序给你说一下 你就能基本上搞清楚了 首先你需要这样一个玫瑰金表格的底盖 然后把中间龙的轮廓流出来 这个是跟底盖是一个平面的 黑色的部分是做一个凹克的处理 就是把它挖出这个坑来 把法郎填充进去 然后放到800度的温度去烧 法郎的颜色选取的是纯黑色 所以这枚万表整个烧制出来之后 这个法郎面就像琉璃或者玻璃一样的 纯黑色的感觉 非常的亮眼在光线下 但是又很有质感 而这仅仅只是这枚万表的第一步 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呢 这个表壳要拿给专门的雕刻大师 而这个大师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因为他必须在这个已经烧好的法郎壳的中间 这个所有龙的这部分开始进行他的雕刻工作 挑战有几个 第一这个法郎已经是烧好的 所以大师在做整个金雕的过程中 刀法一定要非常的精准 否则的话 法郎上出现划痕 这个表就要重新去做了 这条龙的雕刻的工时是80个小时 你知道这些雕刻是本来的工资就很贵啊 瑞士的工资也很高 所以这个龙80个工时只是把龙雕出来 雕出来之后呢并没有结束 为了让这个龙的这个立体感更强一些 他们还会在这个龙的主线条上再做一层发黑的感觉 同时呢让它跟背景的这个黑色的法郎绒为一体 所以你看其实在方寸之间只是简单那条龙 但是它整个的工艺加工处理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是一枚很费工时的腕表 它正面和背面的这两个法郎盘面 每一个盘面都需要二十几个工时来去把它做好 而这个龙呢需要80个工时 需要非常好的雕刻是用十种不同的刀把它雕出来 所以逐渐呢机家对于这枚表呢 还是非常倾注它做工细节的要求的 它所搭载呢是机家自产的822手上链机芯 这枚机芯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呢它是一个跟这个表壳形状相近的 就是中间是矩形两边是圆弧形的机芯 这是专门为方表而制作的机芯 现在很多方形万表呢其实里面搭载的都是小尺寸的迷你的这种圆形机芯 因为做起来比较简单一些啊 而机家呢因为它自己有Reversal这条方形万表的产品线 所以它为Reversal会开发很多专用的方形机芯 第二点呢就是这枚机芯本身呢厚度呢还是控制的非常到位的 以这枚龙年特别版为例啊 过去这个系列的万表的表壳厚度呢大概在8.5毫米左右 就是不算这个甲板只是中间这个表壳 现在呢已经降低到了7.6毫米啊 真的是越做越薄 而如果做的薄一些的话 你整个上手佩戴的感觉也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上手环节 上手感觉这样的整个万表呢表壳的长度是45.6 而它的宽度呢是27.4毫米 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尺寸呢我个人觉得呢万维15以上带的都没有问题啊 我的万维17呢两倍还有一些余量 Reversal呢因为是皮带表款 所以大家在判断这枚万表你是否能够适合佩戴的时候呢 它的上下端的表壳间距呢其实就是比它的长度呢稍微多一点啊 正常情况下问题不大 而在着装搭配上我个人觉得呢黑金配色是可正装可休闲的一个选项啊 穿非常正式的衬衫啊什么的放到这里也绝对OK 而如果说哪怕是像我现在穿一个皮衣的话 其实这枚万表也能够显示出它非常独特的地方 因为法廊盘很亮而金色呢又闪闪发光的 所以在室外什么的都很有特色 甚至于你给它更换其他的表带 比如说飞蛾玉皮的表带的话 整枚万表一样非常的成熟 而转到另一面这个龙的造型呢 我个人觉得呢它更适合你自己闲着没事的时候 比方说坐在办公室里摸鱼啊 或者说坐在飞机上这个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看啊 感觉一下这个意境还是蛮有趣的 当然特别提醒一点啊 因为这个底盖其实是要比这个表盘更贵的 所以呢这枚万表这个保护性的作用没有了 不太适合再去打马球了 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些够比较小建议 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你对于机家的翻转系列本身就非常喜爱 而且呢对于这个主题性就是一定是那种喜爱单面翻转的 另外一面想做点自己独特主题个性的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这枚万表呢可以放到你今年的备选清单里面 如果你对龙没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想做其他想选其他的图案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枚万表呢不同于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品牌的这种 呃龙年的限量的生销的表款这样一个框死的主题 它实际上是给客户一个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表呢其实并不是说官方一次性发售限量多少次的概念 而是你对于这个东西感兴趣 你到机家的门店可以选择预定这枚万表 然后交了钱之后等等他们做好之后再把表给你啊 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它实际上是一个客定版本 价格呢大概在88万人民币左右 会根据汇率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 啊而如果说你希望有一个自己独特版本的话 其实呢机家的这个单面翻转呢一直有个特点 就是说只要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有点类似于像啊 姜尔丹顿阁楼工匠的感觉 就是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 他们在这个表底盖上基本都能给你实现 而实现到什么程度只取决于你的购表预算的多于少而已 好吧我就老人感谢收看本期的这表什么新品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如果不在乒乓者看,我们下期节目有关的 了就像我们下期你再发现 吧 请不停